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4月19日星期一的第三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在昨晚 ViuTV就舉行了音樂頒獎禮 在網上邊的迴響 就遠遠超越了大台的開心大中藝 第二單消息 歐陽振華在面對記者提到 友台聲勢伶俐的時候 竟然間就酸溜溜地說 說友台就只是想起雅士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昨晚 ViuTV就舉行了 今年度的音樂頒獎禮 在網絡上面的聲勢 可以說是一時無兩 無論在哪一個社交平台 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是其他的網絡討論區 都出現了洗版式 鋪天蓋地的貼文 是關於這個節目 至於打對台的無線開心大中藝 在昨晚 就已經是聲勢沉寂得很厲害了 除了說事後 有不少的媒體 有提及到這個節目 究竟做了什麼內容以外 網絡上面的聲勢 簡直就是 無法付 至於那個頒獎禮本身 所頒發的獎項 難免就是會眷顧 那個台 所捧的歌聲 是多一些 其實每一個台 都是厚恥薄比 我認為這個也是 無可厚非的 因為始終頒獎禮 只是一場show 只是視乎 究竟他做得夠不夠好看 所以 至於在這個頒獎禮裡面 我認為有句說話 很深刻 就是姜濤在得獎的時候 所說的一句說話 他就說 多謝香港人 相信他們這班年輕人 會變成亞洲第一 我認為他說這句說話 是很有志氣 因為 他真正有一個目標 不僅要承傳 廣東歌的文化 而且還要把整件事發 陽光大來搞 我認為他起碼有這個志氣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當然視乎他自己的做法 但是起碼他有這樣的遠大目標 我認為是一件好事 因為這些年輕人 來日方長二十多歲 好過有些人 經常在這裡自怨自艾 說廣東歌已死 又或者好像成龍所說的話 他說是沒有港產片的 只有中國電影 這些人根本就是貶益了本地的文化 他不要忘記自己都是拍港產片出身 才是拍到他那麼大紅大紫 怎麼會沒有港產片呢 怎麼會有些人所說的 所謂廣東歌已死 所以這個姜濤好東西 他起碼夠膽說 想成為亞洲的第一 好了 接著 我們又看看無線 那個所謂 開心大中藝 究竟他們又搞哪科 昨晚他們其中一個環節 推了 盧苑欣 出來扮米蘭 其實這個所謂米蘭 就是影射惠蘭 還有找江美怡 去扮莫文慧 另外就是阿博林勝斌去扮國庫城 他就托著肚腩去出場 其實這樣的 鞋脆扮野show 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來說 一定會令到在電視機面前的觀眾捧福大笑 因為這些正正就是當年 EYT歡樂今宵的橋段 以往大家應該看不少 盧凱鵬去扮小鳳姐 江欣燕去扮梅艷芳 這些大家都是歷歷在目的 但是同一個橋段 用上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到現在是五十多年的時間 你還在用這些橋段 你說作為一個觀眾看完之後 能不能捧福大笑 還是笑得出口呢 還是看起來覺得很尷尬 很老化甚至乎覺得很僵化 做一個綜藝節目 當然 橋段一定是要創新的 雖然太陽底下就無紳士 但是總不能同一條橋 不斷地重複重複又重複 變成了拉布 那為什麼ViuTV能夠 在這個萎縮的電視市場當中 仍然是有所增長呢 就是因為靠創意 雖然大台已經找回曾志偉和黃祖南 去做那些什麼創意總監 但是似乎他們的創意真的欠逢 來來去去都是用回那些橋段 沒有什麼突破 我在Facebook上看到 杜汶澤一個評論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他又怎麼說呢 他說今時今日 看到香港有一堆演藝界的老人 以前那些所謂的同業友好 滿老子都是八九十年代的思維 公關 創作就好像環保組織那樣 不斷循環再做 好尷尬 只能夠說句就是 繼續牙刷刷 晚上喝醉酒 攬頭攬頸清興道弟 然後睡醒覺想吃什麼 他就說 慶幸 自己被推出這個小圈子 才有機會 腳踏實地走入群眾 放眼世界 廣東話有句說話就叫做 衰到貼地 時而世逆 現在有幫人就是衰在離地 人老就是大自然定律 何罪之有 但是思想老了卻是因為不思進取 其實這些都沒什麼大不了 多人罵就不代表多人看 離棄你們 也未必是跟政治有關 純粹不好看才是重點 人家就只是在意你們怎樣失敗 你們也不需要 因為想多了而沾沾自喜 大家就更加不應該罵他們說叫他們回大陸 如果這些人在大陸能夠運下去的話 你們還有機會在香港看到他們嗎 我認為澤哥說的這段評論是相當到位 這個台正正就是因為出現了思維老化 那些演員老其實也不要緊 僵越老越辣 演員老的話 他就能夠有一番勞火純青的演技 不過究竟他演什麼才是重點 到底那些思維是不是很守舊 沒有突破呢 這個台正正就是這樣 你說現在打開無線 給了不少觀眾一個感覺就是 好像在看亞視臨執之前幾年 亞視臨執之前幾年是怎樣 就是你一轉過台過去就好像聞到一股氣味 至於現在大台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見仁見智 另外 杜汶澤所說的另一個重點就是 離棄這個台未必是完全跟政治有關 純粹不好看才是重點 我也覺得他講得很對 大家也不需要惰性思考 就是說 一提到TVB就總是要聯繫到他的新聞部 其實就算來到今時今日 他整個新聞部剷走了 以後不播新聞也好 人們都不會回頭 因為這個台老化 我其實覺得做時事評論都應該 是要與時並進的 當然他們的新聞部偏頗 這個政治因素沒錯是一個root cause 是一個underlying cause 是一個基本因素 事實上使得很多人傷了心 問題就是來到今時今日已經不止是這件事了 是一個品味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做評論應該也要與時並進 你不能經常是惰性思考 等同於說 一提到匈牙利總理為何乃共的時候 那些人就說他貪污腐敗 其實就沒有說過任何事情 你都沒有分析到底當中的底緣是怎樣 作為一個一人獨裁的威權政體 他貪不貪污有什麼分別呢 國庫就等同於他的私有財產一樣 至於昨天我看報紙 看到鳳凰衛士賣盤 竟然有一位學者叫做蔡子強 他就說鳳凰衛士賣盤 我真的看得眼睛都凸了 本身鳳凰衛士已經是夠紅了 本身那個老闆劉長樂以前是參軍的 你怎麼會屈一家紅媒賣盤才行 不是說他賣了給一家中資機構就賣盤 這些就是惰性思考 根本上大家就要離開這些惰性思考的人 自己也要平起這種惰性思考 所以就是說說TVB這個問題 沒錯他的新聞報 以及他的政治取態 是其中一個因素 但是來到現在 為什麼那麼多人繼續離開他呢 就不僅僅說 這個政治因素 那麼簡單 ViuTV的新聞 一樣被人質疑說他偏頗 ViuTV跟Now新聞都是同一群人 在去年 TVB的前新聞報高層 陳鐵彪就接任了 Now的新聞及財經資訊主管 所以他的台 都有不少是 具有偏頗的內容 又不見觀眾說不看ViuTV 所以呢 凡親一分析到TVB這個議題的時候 如果有些評論員 一下子就說 因為這個是政治因素導致 其實那些人 根本上就是跟TVB一樣 老化和僵化 在不同的時間點 就算面對著同一件事物 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或者是採用不同的approach 去分析 不能夠同一套的approach 是用死一輩子的 如果不是 這些根本上就是落後於形勢的 當然我從頭到尾都認為政治因素 是市民離棄TVB的其中一個 Wood Clause 我沒有否認到這件事 只不過就是 目前你要說為什麼更多人離棄他 你要做這個分析的時候 就不能夠下下 只說新聞報來說事 接下來我們就去看看 TVB當家的小生 叫做歐陽振華 他日前為新劇宣傳 有個記者就說 有台聲勢凌厲 歐陽振華就回答他 有台? 哪個台? 我還停留在80年代 一說有台我就想起ATV 要找一下林文龍回來談談 看看怎麼處理 然後記者又提到 你有一個收視複帳的稱號 他回答 不要給我這些無形枷鎖 都是要看表現 好像馬德忠現在是時低 不是你說他就是 他都努力了很多年 現在成為男神 他真是好笑 他就是自暴其短 是不是 其實 你想跟別人吵架 或者你想貶億人的時候 最忌諱的一件事就是 你猛地說不認識那個人 你經常說不認識那個人 或者你不知道那個人的存在 只不過是顯得你的見識淺留 當大家都知道 ViuTV的存在的時候 你就說 哪個台是不是這個亞視 這些真是很撕裂 反過來說 ViuTV有一個人叫193 叫郭家俊 他直接串你TVB 我不是因為 他串TVB才說他講得好 而是他是直接了當 他是夠膽面對競爭對手 怕什麼說呢 說就說吧 好像最近的TVB說要捧千禧五虎 那麼這個193馬上就說 有沒有這麼貓呀 現在這個年代還說五虎 其實是呀 以往你就說溫娜五虎 或者是這個TVB的五虎 現在還說 真的要勾不勾勾 所以 這個歐陽振華就是 我自己覺得他這樣的 反駁技巧是很絕裂 怕什麼說呢 ViuTV就是ViuTV 你不用射他 你們不是有一種大台心態 就覺得自己是威水吧斃的嗎 為什麼好像當人家佛地摩 都不敢提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